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先进的武器吗 二战以来啊 人类已经研制了非常多的各种武器 甚至有一天 那个电影中出现的激光武器 我相信将来都能应用于实战 可是我今天要说一种武器 简直比电影中的激光武器还要厉害 什么武器呢 声波武器 这个真叫杀人于无形啊 这个声波武器一使用 不但能够把敌手直接摧毁掉 甚至有可能区别攻击 就是我拿一个声波武器一放啊 只会攻击到我要攻击的对象 甭管我要攻击对象旁边有多少别人啊 对别人不起作用 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先进的武器吗 这么先进的武器 估计只能美国生产吧 可是我跟大家讲 可能还真有啊 而且还不是美国生产的 怎么回事呢 从2016年以来啊 美国驻古巴的大使馆 有多位外交人员声称啊 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 患了怪病了 耳鸣 头晕 恶心 血晕 似乎是遭受到了某种攻击 美国国务院把这些患了病的外交人员 慢慢的都派回到美国 找这个医院去查 大概总共有20多个外交人员之多呀 查了半天 什么病症都没查出来 结果美方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什么呢 这些人是受到武器攻击了 而且这些人受到的是最先进的声波武器的攻击 虽然这些人平时就在美国大使馆待着 没有见到任何陌生人 也没有任何陌生人对他们进行物理攻击 化学攻击 下毒攻击 可是美国国务院推测 古巴使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声波武器 对这些人进行了攻击 让这些人产生了这些病症 甚至有的美国官员还信誓旦旦的说 这种声波武器很强的 时间长了 会直接把你大脑给击毁 幸亏他们先把这些外交人员派回美国了 如果再剩那么一段 很有可能这些人在古巴就不明不白的死掉了 声波武器 这么科幻的东西 会出现在今天的世界吗 更关键的是 这种武器还不是最强大的美国研制出来的 是这么弱小 这么贫瘠的一个古巴研制出来的 而且按照美国人的描述 这种声波武器简直能力太强了 你都不知道人家在什么地方发生的 而且这种武器有差别性攻击的能力 只攻击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外交人员 其他的所有到这个大使馆半生的人呢 哪怕是美国的游客 我都不攻击 所以过去两年 只有美国的外交官遭受到了这种声波武器的攻击 其他任何人 甭管是美国的平民还是古巴的平民还是古巴的官员 都没有人遭受过这种攻击 这不是太先进了吗 有的阴谋论者就说了说 这个古巴可能真没能力生产这个武器 那么谁能生产这个武器呢 他们怀疑是俄罗斯生产了这种武器 然后把这种武器运到古巴 用这个武器来对付美国的外交人员 也好啊 这些年来 俄罗斯身上被泼的脏水也不算少了 多泼一盆也不在乎 可关键是 这个武器也过于离奇了吧 很多科学家都说 能生产出这么先进的武器 这个科研势力得有多强啊 而且利用声波的振动啊 就能把人体器官给损伤 这个能量得有多大呀 这么大的能量还能做到差别化攻击 只攻击某个特定对象 哪怕这个特定对象旁边有好几个人 都不受攻击 这是多么强大的科技力量 才能体现出来的事啊 为了证明真有声波武器的存在 美国相关人员啊 还把这个声音录了下来 他们表示啊 经常他们在使馆内 就会听到一种比较离奇的声音 他们认为 这就是这个声波武器在发挥作用 可是啊 美国自己的科学家就打脸了 不久之前 一位美国科学家和一位英国科学家 在仔细的聆听和研究了 美国人提供的 录自美国驻古巴使馆的噪音之后啊 他们突然发觉 这种噪音和他们长时间研究的 一种蟋蟀的叫声非常像 而这种蟋蟀 恰恰就生活于中南美洲 也就是说 美英科学家有理由推测 美国录下来的 所谓声波武器的攻击 完全就是当地一种蟋蟀叫的声音 只不过这个蟋蟀叫的声音比较大 你在房间里拿录音机录下来 跟平时在野外听的声音不太像而已 当然了 我相信美国人也会站出来解释 声波武器不一定是使用我们听得到的频率 也可能这次是个巧合 他们录的这个声音真的是蟋蟀声 但是不能证明没有声波武器的存在啊 是的 虽然这一条证据被他们自己人推翻了 但是他们一定会坚持自己的外交官 还是受到了声波武器的攻击 到底他们是疑神疑鬼 把任何一个简单问题都理解成别人对他的攻击呢 还是他们要借题发挥 借这样一个声波武器攻击的事件 为他们制裁古巴找到理由呢 我想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了